Don't need any effort When we are together We always have fun Throughout the day I do anything to get your attention When you say you love me I seem to ascend to the heavens above Where we fall in love I don't know what I would do 哈囉大家好我是春春 現在看到我身後這個就知道我們在哪裡了吧 就是台中的Lalaport 那Lalaport應該是現在最夯的一個購物的逛街地點 我一直都聽說他們新開的北館 有非常多的日系潮牌進駐 就非常想要來逛 因為很多好像都是就是在台灣的手店 所以一直很好奇 終於跟宇哥找到時間 快來台中這邊逛逛 其實驅使我們這趟旅行的最大動力呢 就是我一直很想要逛的Nano Universe他們來台灣了 那他們家呢其實就是比較休閒 但帶點都會正式的風格 就有點mix 那如果你們也很好奇Nano Universe他們家的衣服的話 就趕快跟我一起進去看吧 Nano Universe成立於1999年 價格以日牌來說相較親民很多 所以在日本當地也是非常深受喜愛 終於來到Lalaport逛到全台獨家的Nano Universe 整間店面非常的大 很氣派之餘逛起來很舒服 不管是正式套裝還是度假洋裝或是休閒風格 通通都有欸 非常好逛 配件單品也有一大面讓你逛個盡興 那麼我今天還有個小任務 就是要來搭配三套分享給大家 歡迎看到最後跟我說最喜歡哪套 是一個套裝 欸這感覺很夏天欸 這很可愛欸 活潑的元素 所以你會覺得好像有點casual隨性的氛圍 除了衣服之外也有包包啊鞋之類的 這有種竹邊的良心 我剛剛看到這個包包超可愛 你看 是那種現在很流行的皺皺泡泡沙 有點日常但是又有一些春夏的繽紛的感覺 白的滿可愛的吧 Nano Universe他們家呢除了自製品之外 他們本身也是選品店 所以就是比較複合型的 那你看他這個的話就是他們家選進來的一個品牌 我覺得這個好酷喔 很有質感欸 我今天這個比較適合這款 比剛剛那個泡泡包適合 欸不好意思 你哥幫我拿一下 時尚吧 對不對 你可以給我一點回音 對 有點微微休閒 又有點微微正式的單品 那像這個的話呢也是 他們有很多這種套裝型的 所以就是比較懶人 可以直接搭成套就可以出門 這邊的話的單品比較優雅一些 有像這樣子蕾絲的抽摺單品 那這種就非常的仙女 穿個牛仔寬褲啊 或者是 你也可以直接白色的紗裙 搭在一起就會變成像一個套裝 這個裙子就可以直接跟他變成一套F-size 那他們還蠻多都是有出這樣子的一個風景妖 所以對於身材寬容性會更大 這樣子的壓折的洋裝呢 是我個人超愛的 因為你其實有點肉肉身材的人 穿這種壓折的單品都會非常的顯瘦很垂墜 那個垂感呢整個是會讓你的身形更加的拉長 看到這雙拖鞋很可愛 也是他們家的選品 這是厚底的 大家如果一直常follow我應該知道我很喜歡厚底 然後這雙就是簡單其實有一點像室內拖鞋的一個效果 可是我覺得如果你搭配得擋 或是你混搭一點點的西裝感覺 應該會很有一個隨性的mix 這個酒紅色我覺得很特別 店呢它的狀色很迷人耶 是那種巧克力然後配上低飽和的 灰藍色直男宇哥露出一臉 傻眼的表情 這明明就很可愛就是那種復古 很像以前底片感覺照片會出現那種色調 是直接一體成型在附站裡面的一個罩杯 所以你穿這件的時候就不用穿內衣 這個系列就是都含有罩杯 然後穿起來很舒服 蠻有那種很休閒的家居氛圍 平時穿在家裡舒服之外 穿出門也很ok 比較時髦的家居服 這種應該每個女生都會喜歡的 這種A字閃羊 然後它在背後有多了一點點的打結設計 特別是自己去調節整個肩帶長 所以可以依照不同身形去做調整 這種刷刷感覺的褲子耶 這個好時髦喔 這個高麗菜色好可愛 是那種工裝滑板布 但是它其實還是多了一點紋理感 所以會更有特色一些 這還有點斗篷的感覺 這應該是可以拆的吧 喔對耶它是可以兩穿 所以它可以有修飾手臂 這邊啊它平常可以單穿變個背心犬 就另外披上去的一個造型 紫蘭真討厭 很美耶 今天這一區呢 有很多他們家的小配件包包 我覺得都超好看 像這個 這款質感太好了吧 很好看對不對 有點柔軟細緻的那種皮革 這個感覺應該也是鏈條包吧 廢廢的但是卻很可愛 剛剛看到一個超級鮮的洋裝耶 捕捉到我的目光 看這個 哇這件好美 我等一下一定要試穿這件 這很漂亮吧 你這什麼臉 這很好看耶 就是喜歡這種透紗 而且它這個 我看它這邊是有點落肩設計 然後裡面的話呢 就直接有附一個背心裙 因為有些人會擔心穿這種透透的衣服 如果沒有內搭的話怎麼辦 然後這一件就直接把你變成一套 這很好看喔 是有點灰灰咖咖的 感覺很有氣質沉穩的色調 這真的很漂亮耶 有沒有 我想我等一下要試穿哪一件 是2號的 我覺得就還蠻像外面的M號size 女生的M號 就是很多女生喜歡T恤就是比較和聲一點點 是我個人比較 對啊還是我拿男生的 對 男生襯上的時候就是後面不是會有汗子嗎 喔 對 對 汗子的話你穿上去的話就是它比較不會就是沾到 所以它就是貼心的路線 介紹完整間店 那就來交作業啦 第一套 來個正妝混搭風格 認識我很久的人一定都知道我超愛混搭 但是我的混搭又不是一堆層層疊疊疊 真的是有點怕熱啊 喜歡保留一點俐落的個性 那這套呢就是選擇他們的五領西裝套裝 這款呢有兩色我猶豫了很久最後選了白色來搭 另外再使用絕美的電藍色當作主角色 穿搭就是這樣 有時候只要你決定好主色後 其他搭配就可以輕鬆靈感滿滿 上衣搭配的是Nano Univas全新防漢字系列 Anti Sock 這系列如其名就是使用了機能面料 有男裝有女裝非常實用 因為夏天真的有時候會因為怕漢字 避開一些色系的單品 像是灰色啊 藍色啊 白色啊 之類的 爆漢真的是超尷尬的 所以我超感動他們推出這樣一個機能的系列 在穿搭上可以有很大的加分 另外我再配上了泡泡包黑色拖鞋 讓正妝又多了一些舒服的休閒氛圍 為了讓電藍色T恤有個呼應整體感 再戴上了類似色調的藍綠色編織帽 這個是夏季之料的 戴起來不會熱很有心 再來這件透紗洋裝真的超氣質 很喜歡這樣一個高雅的木質色調 夏天穿很舒服 版型又很可愛 外層的歐根紗完全不刮膚 又超挺的 不會產生沒有質感的皺褶 內裡的背型更厲害了 他做了三個肩帶 就帶有斜面的設計 讓基本款也多了不少有趣的細節 不過硬要說這件對我身材的痛點呢 就是袖子做的比較短又飄上去 所以如果是比較寬背板或是出手臂的人 就要斟酌一下 我是覺得我穿起來稍微強調了肥手臂 但是整體穿起來是又鮮又好看 包包呢我超愛 我愛到包色 我很喜歡它運用了一材質的拼接 這個包包呢是nano universe的選品系列 他們家有很多有意思的選品 來逛店也同時長知識 最後一套大大獲得宇哥的讚賞 他說這套完全就是他的菜 又有腸肉又有個性 可能是他覺得這套穿起來是比較顯瘦的 所以就在他心裡大大加加分 那我們來看看這整身的單品 的確這個黑色又帶有絲段光的襯衫 超級迷人也很特別 觸感很輕膚舒適 我真的是一摸就停不下來 而且他直接垂放出來不要砸就很好看了 所以在你的穿搭變化上又有更多的彈性 那下面搭的褲子呢 是類似蘿蔔褲追形褲的褲型 高麗菜的果綠色真的很可愛 馬上搭到點亮了整體感 褲都是做有波羅浪花包感覺的設計 所以如果你今天上衣要砸入也是會好好看的喔 那我的身高160穿拖鞋搭上這件褲子也OK 再來腳背上緣左右的一個褲長 不會顯比例差 再拎上一個銀色小包 又能讓穿搭更增添有趣的心意 我真的很愛買銀色包包 這款銀色包包的設計很有未來感 但又蘊含了生活感 所以很喜歡這款包包帶點衝突的設計 Nano Universe他們家呢 除了女裝之外呢也有男裝 所以你可以揪你的男朋友老公一起來逛街 一人逛一半開心的逛街的過程 然後男生的地方在這邊 這邊呢是男裝的區域 男裝可以看到它其實也會有一些繽紛的色系 欸我覺得這個南瓜覺得襯衫好顯氣色的感覺 而且裡面也有這種我很喜歡的 是類似滑膚格 就是這種透過不同編織質地去做變化的 我幫你穿穿看啊 那可以喔 這輩子沒買過這種褲子 破磅的印花褲 而且感覺穿起來是涼爽的 嗯你等一下可以穿看看 這邊會有很多我喜歡的 這樣一材質的顏色 我穿得下嗎 先看一下尺寸 上面也很好看啊 褲子我跟你講我剛剛看到它有全系列有三個顏色 你看我是不是很專業 黑色然後 還有 又忘記了 這就是我跟宇哥 餐禮品 整個有三代 超級狂的 真的這家店非常的好逛 來到Nano Universe的話可以空到超級多的單品 然後我跟大家講喔 品牌人超好的 說只要來到店上出示說是看我的影片來逛Nano Universe的話 就可以折100元 那如果你去追蹤他們品牌的IG的話就可以再折200 總共最高可以折到300元 然後一人限使用一次喔 超級划算的 一定要好好把握出這個優惠 那如果其他詳細的資料可以再看一下我的資訊欄 登登 就是我剛剛有一個包包我覺得超好看的 所以我直接包色 涼色 你看 很好看欸 另外還有那個深藍色的 也很可愛 挑了一個褲子 他們家的選品都可以來逛一包 然後這個也是選品 他們的配件類幾乎蠻多都是選品的 就是網紗的洋裝 然後你們可以看一下我實穿 我剛剛有試穿起來拍攝 那另外呢 還有 剛剛我第三套的時候 有一個超好看的黑色的襯衫 然後它是有點絲斷光 我覺得這件真的不錯 And he's up 他們這個系列 因為是綁漢子 我覺得在夏天真的非常需要 所以呢 我一樣也有把它帶回家 因為它這樣就是 你比較不會留下一些尷尬的漢子啊 什麼鈴孔 門肌什麼的 在穿搭上給很大的加分 就開始第一套就是 戴一個帽子 然後後來覺得這個茶色更好看 所以我就選擇這個茶色 那這些就是我的戰力 期待之後再穿出門跟大家分享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分享 希望你們會喜歡 有任何的疑問啊 或者是想要告訴我的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下次見啦 掰掰 掰掰